纺织品越来越进步 尤其是运动服装充满科技的元素 为人们带来更舒适方便的生活品质 请问下类哪一种纺织品不太好透气排汗 1.纯棉衣 2.快干衣 3.凉杆衣 4.数位喷墨衣 你猜对了吗 正确的答案是1.纯棉衣 以前大家以为夏天应该穿纯棉的衣服来帮助吸汗 但是其实纯棉衣很像海绵 清水性的棉质纤维容易将汗水吸入纤维结构里面 因此会膨胀提高了沙线的紧密度 阻碍汗气的排除 让人感觉连逆湿热 输水性的合成纤维像是锯质材质的服装 本身不太吸水 而且透过细致的纤维间所形成的毛细现象 比较容易将汗水从皮肤带离衣服外层 再借由流动的空气来干燥 凉杆的衣服在纤维制作的时候混入了玉石类的粉体 同时配搭光滑挺直的沙线和置物设计 由于热量是由高温传递到低温 采用较高比热的材质可延缓温度的上升 让人体皮肤接触会有明显的凉爽感受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2022年三项研发设计大奖 数位喷印科技就像大型的印表机 列印纺组织材料 透明的墨水 做成的衣服 碰到汗水时 布料会形成3D立体 能够产生空气对流层 加速汗水蒸发 减少闷热感 以及与皮肤接触的面积 提供运动者低失联的舒适性 这项革命性的创新技术 在制程上还可以减少水 电化学品的使用 以及碳排放量 具备节能减碳的环保需求 影片订阅 选择 最高的最高的 选择